说起唱片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张呢 我在大多数朋友应该都会说11号唱片 11号唱片的声音确实有些是人 相信各位在第一次听时估计都是海毛倒立 吓得不轻 但大家有没注意一件事情 MC当中的唱片一共有12张 但其中有编号的只有两张 一张是11号唱片 另一张则是相比较下 虽然不是很恐怖 但略有些诡异的13号唱片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中间的12号唱片呢 今天要讲的故事便跟这个有关 事情是发生在一个服务器里 而这个服务器的由来 据说是玩家从某个网站所购买的 只是在他准备开始安装游戏到服务器时 发现里面刚好就有个世界 而这玩家也是个怕麻烦的主 所以就直接开始了 他叫两个朋友准备一起在这个世界生存 而朋友在看到他那不走寻常路的房子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真行 两人简单寒暄几句后 玩家就说他需要更多物资 希望朋友和他一起出去寻找 对此朋友有些不解 天亮再去不更安全点吗 但玩家却坚持要去 朋友无可奈何 只好说现在缺一些动物资源 然后就跟玩家一同前往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白花林 而在这里 玩家与朋友发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无数的仙人掌 并并被施加了某种神奇魔力一般 全部悬浮在半空中 还有地下掉落了很多的火把 对此玩家两人也是感到无比震惊 而这个景象 大家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知道他的 相信已经在评论区打出来了 虽然笑 但他却不是 朋友认为是游戏出现了故障 但同时他也觉得这样其实挺好 因为这里的大量材料 可以让他们省去很多时间 虽然这样确实不错 但他还是想知道 眼前的景象到底是什么所导致 于是 他们开始在周围搜寻 试图找到些蛛丝马迹 没过多久 他们还真找到了点东西 在山腰处 朋友发现了一个 仅能通过一人的山洞 玩家跟在后面 小心翼翼地走得进去 里面的空间很有限 但却放着两样东西 一个唱片机 和一双唱片 而木牌上还清楚地标注了唱片的名字 12号 看到这一幕 玩家顿时吓得后退不止 作为一个MC老玩家 他很清楚在我的世界中 是根本没有12号唱片 再者就是11号和13号的恐怖声音 那绝对是MC中最诡异的事情 所以眼前的12号 才会令玩家如此惊慌 至于放进唱片机里听 这玩家是想都没想过 现在 他只想上前细细观察一下 谁知 玩家刚往前一步 那12号唱片便突然飞起 然后进入了唱片机 玩家和朋友看到后 急忙撤出了洞穴 但诡异的是 他们刚走着洞穴没多久 游戏角色便无法动摊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禁锢 非要他们听12号唱片 后面 伴随着音乐节奏 玩家的游戏画面逐渐开始扭曲 直直崩溃 以上便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至于12号唱片是否真的存在 大家还是以游戏里的内容为准 喜欢视频的 记得多多点赞转发 我是邵轩 咱们下期见 再次订阅 再次订阅 再次订阅